著名的中国科学家杨振宁曾说过 20世纪物理学的三大贡献中 两个半都是爱因斯坦的 纵观爱因斯坦的一生 他也确实配得上这份殊荣 其作为一名德国犹太人 在当时跌宕起伏的国际局势中 可谓是遭受了不少的磨难 但即使这样 他也一直坚持科学研究 从未耽搁 这样的精神着实令人佩服 可这样一位人生坎坷的伟大科学家 在死后却依旧不得安宁 他的身体被人剖开 大脑被人盗取 最后还被切成了诸多薄片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期视频即将开始 希望各位新来的朋友们 可以多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在说到爱因斯坦大脑被盗事件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他跌宕起伏的人生 1879年3月14日 爱因斯坦出生于 德国沃尔姆市的一户犹太人家庭 当时由于民族原因 犹太人在德国很不受待见 因此爱因斯坦的父母 只得将他送到了慕尼黑的 犹太人专属宗教学校 接受教育 这也就导致了爱因斯坦 从小就深受宗教思想的殉陶 十分热爱自己的民族 热爱民族 天性聪慧 仪表堂堂 这样的孩子谁不喜欢 他学校的老师自然也不例外 他们不仅耐心教导爱因斯坦 还为他提供了很多 关于科学数学方面的书籍 为爱因斯坦今后的科学之路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91年 年仅12岁的爱因斯坦 便已经开始自学几何 高等数学 成为了世人眼中的神童 到后来一居意大利的时候 他又迷上了微积分 简直比大学生还厉害 但不知为何 这样一位出色的人才 在考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之际 却遭到了拒绝 使得爱因斯坦一度心灰意冷 在这段时间 爱因斯坦不光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还对现有的科学理论感到十分困惑 他不断地思考着经典理论是否经典 传统观念是否真的正确 当然正是这样的怀疑精神 让其取得了突出的进步 从而重新获得了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青睐 在这之后 爱因斯坦正式加入了瑞士国籍 在这个中立的国家 开始了自己的科研旅程 他进入了当地的专利局 提出了许许多多 现代人都探为观止的理论 例如提出解决光电效应问题的 光量子假说 分子打消的新测定法 电动力学等等 他也因此成为了专利局的 一级技术院 这时的爱因斯坦 才仅仅28岁 28岁就有着此般的成绩 欣赏他的人和国家 自然越来越多 而其祖国德国 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 德国政府屡次邀请 其回国主持科学院 爱因斯坦不好拒绝祖国美意 也就顺势回到了国内 但此时的他绝对没有想到 这一去将受到多少的磨难 在爱因斯坦刚回到德国不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 爱因斯坦作为一名 爱国爱民的科学家 自然反对战争 但在当时 德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下 这般反战言论 必然是不会被人接受的 所以 面对在高欧洲人书上 毅然决然签下字的 诸多爱国科学家 德国政府选择了抓捕和迫害 不过爱因斯坦 却是个例外 因为当时 他的名气就已经很大了 德国政府可不敢得罪他 否则的话 将没有科学家 再敢帮助德国 可直接的制裁没有了 明理暗理的手段 却是不少 因此爱因斯坦当时的处境 大家可想而知 但即使是在这般的环境下 他还是研究出了 水星近日点运动 广义相对论基础 关于辐射的量子理论等 诸多的后世经典 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自此之前 爱因斯坦一直在 德国政府的庇护下 做着研究 直到后来 也就是二战前夕 他才迫于德国内部的 反犹太压力 来到了美国 在美国期间 爱因斯坦受到了 其应有的礼遇 他也投桃报李地 告知了美国政府 原子能研究的重要性 直接促成了曼哈顿计划的启动 当然 也间接使得 美国比德国 提前研制出原子弹 最终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此可以说 爱因斯坦 间接地拯救了世界 战后 爱因斯坦通过 在日本广岛长期的 两颗原子弹 深刻地意识到了 原子能的威胁 于是 他直接发表了两篇 关于原子战争的文章 警告美国政府 要合理运用原子能 不过 已经尝到核打击舔头的杜鲁门 怎会听从一个老头的话 他依旧自顾自地 让美国生产大量的核弹头 以及督促有关部门 大力研发清弹 这样的结果 让爱因斯坦十分自责 他曾不止一次地认为 是自己打开了 毁灭世界的潘多拉魔盒 也认为 第三次世界大战 会用什么武器 没人知道 但第四次 人们用的一定是 长矛和石斧 这样的自责 给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带来的打击是极大的 因此 到了1954年秋季 他便患上了不治之症 也就是 容血性贫血症 那时的爱因斯坦 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于是 就想靠着自己的威望 在最后赌一把 看能不能锁上 核武器的大门 他联系到了好友 著名的社会学家罗素 和他共同发表了一篇 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宣言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并且在这之后 他也一直在社会各界奔走 希望大家联合起来 共同拯救人类 不过 长时间的奔走 也让爱因斯坦的身体 越发的痛苦 终于在1955年4月18日 他倒下了 并且在睡梦中 再也没有起来 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医生可谓是 经历了无数的波折和坎坷 在睡梦中死去 也算是老天给予他的恩赐吧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刚刚去世不久 他的遗体 就被一位名叫 托马斯哈维的医生给盯上 他知道哈维能够早日 将爱因斯坦的大脑 与身体合葬 让这位为人类 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能够早日安息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讲